你不会真的以为 淡仔岛中 只有一种不能移动的蓝色双人板凳吧 快看 蓝色双人板凳它不能被淡仔推走 它被紧紧的固定在地面上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仔岛中的双人板凳 只有一种就是不能移动的蓝色双人板凳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仔岛中官方 还隐藏了第二种非常恐怖的绿色双人板凳 它能在岛屿内自由移动 你们难道不好奇 能在岛屿内自由移动的绿色双人板凳 它究竟被官方藏在淡仔岛的哪里吗 众所周知 蓝色双人板凳 它就在水池喷泉的四周 如果你也在淡仔岛中 坐过蓝色双人板凳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蓝色双人板凳 它是可以保护淡仔 当淡仔坐在蓝色双人板凳上时 就会进入无敌状态 当其他玩家拿起炸弹 去炸坐在蓝色双人板凳上的淡仔时 炸弹爆炸 都是不能把坐在蓝色双人板凳上的淡仔 从板凳上炸下来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官方隐藏的第二种 可以在岛屿内自由移动的绿色双人板凳 它究竟在淡仔岛的哪里 我和学姐在淡仔岛的老版本的广场上 发现了第二种 被官方隐藏的绿色双人板凳 它可以在岛屿中自由移动 只需要淡仔 站在绿色长板凳上方向前推 此时绿色双人板凳 就会在淡仔岛自由移动 所以说在淡仔岛中双人板凳 并不是只有喷泉四周 不能移动的蓝色双人板凳 其实还有 被官方隐藏在淡仔岛老版本广场中 能移动的绿色双人板凳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